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是陈东 带您了解一个真实 洒脱 有个性的80后女孩 曲婉婷 然后呢觉得我觉得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洒脱 我就想问问这首歌曲你当时创作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去知道吧 其实不是非常的想把事都说清楚了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不会把这首歌放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了 然后就满脑都是我的事了 我觉得还是让大家能 就是自己都有自己对歌曲的理解 对 你像我这首歌写完之后 然后我放到网上 然后很多人就有翻唱的 然后我看过有一个父亲给一个他的新生女儿 然后唱的这首歌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才突然的意识到 其实我写的这个词也可以是给一个女儿唱的 就是父亲亲情的那种唱出来也是挺好的 然后他有友情啊或者是爱情 我觉得都可以apply 你这等于是suitable for all ages了 非常覆盖棉很广 很了不起啊 你做出一首歌曲能够各年龄段的人都喜欢 那我们先说说这个本周六 因为我们知道本周六 你会到我们的旧金山来 然后参与一个亚裔的这个叫Asian Heritage Street Celebration 是不是 叫亚裔的一个文化遗产这么一个街头的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是中午的11点到6点之间 我就想问一问 你在这过来的时候会表演多长时间 准备给我们大家唱什么样的歌曲呢 因为我觉得我听说有很多performance 然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performer 所以给我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吧 然后我不会有乐队 我是solo performance 就是钢琴加唱或者是吉特加唱 那大概是几点钟呢 下午两点应该是 下午两点钟 然后我们需不需要买票去 不需要是免费的 免费的那太好了 然后我就看到你的这个简历 因为看到 因为你目前来讲可以说是 加拿大顶级音乐公司network的第一位签约的华人创作性歌手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我看到你从小就非常的 怎么喜欢音乐 而且有一副好耳朵 据说你在两三岁的时候 就是每天早上没睁开眼睛就开始哼唱这个便衣警察的主题曲 是不是 然后你这个很可爱啊 就是从小你的音感就非常灵敏 我就想知道 你拥有一副好耳朵 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一般都注意听些什么东西 我比较喜欢听旋律吧 但是旋律好的话 其次就是说词一定要就是说有意义 就是我能听这首歌能学到一点什么 我才会想继续听这首歌 对我觉得 但是我耳朵比较敏感的就是旋律性的 我就是很喜欢听有声音的东西 就不光是歌 就比如说声音 像我们现在聊天 我们现在说话 但是旁边要是有一个比较high pitch 高音的一个声音在那一直在那响的话 我也会去focus 结果会把注意力放到那上面 然后我就会跟你说对不起 说对不起 我就听一下这是什么 对声音非常非常敏感 那对声音敏感也能促使你能够编写出一个非常好的旋律出来 可能是这样吧 也是促成我对语言也特别感兴趣 就我比较喜欢学不同的语言 像English我觉得就我从小就很喜欢 像法语日语我也都学过之前 所以我就对 而且老师都觉得我发音还挺标准的 所以我觉得 模仿力强 我觉得这是耳朵耳朵好 耳朵好 然后你来到 因为你也是和其他的这留学生一样 是不是几岁出的国 我是16岁去的加拿大 去的加拿大 然后从哈尔滨去加拿大 然后也是西 好像跟其他的很多的华人学生一样 也是攻读一些 比如说商业管理啊 或者是什么business啊 有的人还学computing啊 就是学这 好像基本上华人出来都是学这些 那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忌讳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下决心走一条和他们不一样的路 一定要选择音乐呢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下决心 也不是某一天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 但就是 就我的生活里面离不开音乐 然后我也一直都是用音乐来heal吧 做我的friend 就是 做我的灵药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靠音乐来疏解 对 是 好的时候呢 用音乐来加强那种excitement 对 对 然后 就 而且没事的时候 平时的时候 比如说 心烦啊 或者是难过啊 或者是 上学 就是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会去听歌 然后听了听了就变成自己写 写歌 因为小时候也学过钢琴 所以就 买了一架电钢琴 然后 就一直开始写 就开始创作了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 家人支持你吗 不不支持 不支持 希望你投身于学习 是不是 因为在 在我母亲眼里 这个 音乐 音乐之路 对她来说比较陌生吧 我觉得每个人 每个人走一条陌生路的时候 都会 他 因为他看不见这条路的头 所以他就会 很担心 我会不会在这条路上受伤啊 或者失败啊 怎么样 所以他就很反对 然后这个我也很理解 但是 问题是 这个音乐的这个东西 是我体内的一部分 然后 我没有办法说 压抑这种 我对音乐的热爱 然后 因为如果越压抑的话 我就会越不开心 所以我就会 到最后 到 就没有办法 我一直都continue 一直都在继续 这个音乐的东西 似乎就是为音乐而生了吗 对 我是有这种感觉了 对 那你 既然就是说 自己开始做了 我知道你原来也是 开始打工赚钱 也学乐理 也组建一个band 叫晚婷band 然后到餐厅住唱 那你在这个 在外面唱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过一些挫折感 或比如说一开始 没有人去注意到你 或者是感觉到 有没有 会不会害羞 对 有没有克服 怎么去克服它 就是我们当时 这个band 也是原创band 我们不唱cover 就不翻唱 翻唱顶多 也就是一首这样 让大家 OK 就是带动大家起来 然后 唱的是原创的东西 然后 最开始的时候 找的一些地方 都是比较 就是他也不会给你钱 然后只是给你一个spot 你要是 因为他 他们会去觉得 这个是给你的一个机会 让更多人能听到你的歌 所以我们 我们所有的乐器啊 什么的 我的钢琴 鼓手的 就所有的这些器材 乐器都必须是自己带去的 然后 而且每周我们还要排练两次 每次排练都还是要去 专业的排练师去排练 然后还是花 就是花钱的 我就那段时间 打工赚这些钱 因为我不想花我妈的钱 第一次现场演出的时候 和乐队 当时场赛好像就有五四五个人吧 然后就是凌晨一点 因为我们到那时候是九点 但是之前 就是从九点到凌晨一点 一直都有 就是其他的performance 然后 因为当时那个是一个open mic 一个人 就是一个乐队 大概是三四首这样吧 然后所以我们就排 一直等等等等 等到凌晨一点 然后但是周边 就是九点 那个时候人还挺多的 但是到凌晨一点 就没人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 倒数第一个乐队的这些人 和酒吧里的那些工作人员了 也没有多少人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 现场演出和乐队 然后感觉就是挺紧张的 但是特别开心 特别有释放感 然后台下有一个人 还把这个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我下台之后 又去自己听了一下 看了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就是你在台上的感觉 和台下听的感觉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从自己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要注意哪方面在台上 可能也是那个酒吧的那个音乐 就监听不是很好 自己也听不清自己唱什么 所以就 你去自己 听不清自己唱什么时候 肯定会跑掉 台下听的时候 他给我看的那个视频 也可能 也可能是因为他拿那个 摄像机也不是很好 录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整体感觉 我看完之后觉得挺 就有点灰心 我觉得Oh my God 这是第一次的挫折感 对对对 但是后来就是觉得 OK我可以从 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能让自己improve 可能更注意一下自己的pitch 然后还有在舞台上的那个表现力吧 所以就是要有更多的机会去练习 然后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加适应在台上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在不同的场合开始就是唱现场 然后不管多烂的器材 都能适应到最后 对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演出啊 这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共 那你一般唱的时候 一般你都唱中文歌曲还唱英文歌曲 在北美的话 我唱的英文歌比较多 我其实我写的英文歌居多 我中文歌 我现在总共中文歌顶多十几首吧 但是英文歌的话都有五十多首了吧 你在你的这个经历当中 你觉得中文歌曲 因为中文歌曲基本上承载了一些东方人的文化 那西方的歌曲是西方人的文化 你觉得这两者的音乐文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语言不同 再一个 我觉得语言不同就造就了很多的不同 像发音啊 你要写词的话 押韵啊 还有你想表达的东西 我之所以写中文比较费劲 就是因为 我的感情世界就是基本上都是在 加拿大成长的是吧 英文我觉得我 我更容易写一些 因为我觉得英文比较直接 然后想表达的那个情感 就很容易就能表达出来 但是中文的话就是比较含蓄一些 而且我是初中毕业 高中上了半学期就走了 所以问我语文水平在哪个程度 其实我是在高一上学期程度 但是因为毕竟是咱们有东方人的这个血统 所以你当你在创作西方旋律的时候 我的体会还是你有一些东方人的骨子 就是血液还是留在其中 所以我看那个Terry是不是 顶级音乐公司的CEO 然后那个Network CEO也说 听到你的歌音乐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你能够将东方文化和西方的旋律结合在一起 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在中国长大的 所以吸收的一些中国的东方的旋律 潜移默化的就在骨子里了 到了西方之后听了很多一些 Blues, Jazz, Hip Hop, Rap, Rock, Heavy Metal, Punk 然后很多不同种风格的音乐 我是到了北美之后才听到的 又受这边的影响十多年 所以我就是可能就是东西方比较明显吧 我写歌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歌曲满能体现出你这个性格 很洒脱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就是说当你身为一个华人 在西方的音乐界 也许并不是你之前那么设计的 但是音源济会 你在这里开展了一个音乐事业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 对想走这条路的华人朋友的一些建议 我是想看到更多的华人可以做 就是在这种 就在这样的音乐界上出人头地吧 就在这种音乐的